与神连接不一定是神现在告诉我们怎样祷告 与神连接也许我们感恩已经是与神连接了 我们任何时间不需要必定安静 极度的安静才是与神连接的 我们任何时间想到神的美善 我们就感谢神 我们就感激神 神已经与我们同在 另外安静这方面 这个怎样可以内心安静呢 有些人以为需要安静一段时间才安静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们可以每一天学习在神里面平稳安静 神必定照顾我所有事情 神必定喜悦我亲近祂 我爱祂,祂必定喜悦 我赠宠祂,祂必定喜悦 我帮助人一杯凉水 神都必定喜悦 所以我就知道神必定喜悦 我整天都开心 感谢神,以神为乐 这样的话 我心里就会很平稳安静 我告诉你 我整天都是很平稳安静的 我不需要等一段时间才平稳安静的 因为我知道神喜悦 我们亲近祂 我不停地亲近祂 祂必定喜悦 所以我的心是常常都平稳安静 有人的烦恼 我不会放在心上 我处理了 我就放手 有人问我 我的家人这样影响我 骂我 与我吵架 怎么办 我就帮助他怎样处理 我告诉他了 或者是为他祷告了 我就放手 我不需要担心他能不能够做到 他上一次说做不到 我再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背负他的担子 这是 有些人他们总是不能处理到他们的生命 我不需要背负他的担子 但我会继续帮助他 但我每一次帮助他 我都很平稳安静 当我们相信这个经文所说的 神必暗暗地保守我 我是 他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常常地保护我 当我亲近他 他必定保护我 所以任何人 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的情绪 我就常常都平稳安静 所以我希望你也学到 你们每一个都学到 任何时间都是平稳安静 不容易发露 有些人很容易发露 为什么呢 他里面有很多不开心 很多烦恼 很多 常常 常常数上别人的不好 常常数上困难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都没有平静 都是露气 但其实我们可以平稳安静 神必定照顾 神必定帮助 我们就不会在这种 露气啊 烦恼中间呢 就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